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瞬间睁眼 但是周围空荡荡的 这疑惑梦里怎么就自己一个 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 转头看 一个风度翩翩的白发男子看着自己 眼狗如玉瞬间沦陷 不过 帅是帅 但为什么不穿衣服还找耳朵 还没思考明白 帅哥就搂过他倾注了 韩如玉觉得就算是梦里 也不能这么乱来吧 可是力量完全抵不过 眼看就要被扒光了 韩如玉大喊了一声不要 就从床上醒了过来 一看时间闹铃竟然没响 吓得赶紧起床洗漱 洗着洗着就发现 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挠红了 昨晚春梦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那种肃软的感觉又伸了上来 韩如玉红着脸心想 真是青春期的烦恼啊 这时脚下传来了猫叫声 韩如玉才想起还有个小家伙 他吃力的把他抬到沙发 看着铁毛的小乖乖 思考要怎么处理 想起叔叔的宠物店可以寄养 于是打电话咨询 一旁的白猫听到自己要被送走 瞬间炸了 扑腾着前爪阻止电话 韩如玉推开他继续和叔叔沟通 没成想猫咪竟然亲了自己 下一秒 梦中的白发少年出现在了眼前 轻声的说我等你 韩如玉掐了一把大腿 疼痛告诉他这是现实 还没来得及反驳 就被怪力美人撩倒在地 企图做什么羞羞的事 韩如玉忍着声音和叔叔说再见 转头大喊赶紧停下 脖子也是你弄的吧 少年没有回应 伸手轻抚如玉的脸说 一直很想你 以后不会再分开了 如玉的脸慢慢红了起来 感觉船上传来一阵温暖 慌乱的逃出家 如玉感到叔叔的垫尖直 被询问要带的猫在哪里 他红着脸说睡着了 半小时前 黏人的猫咪把小兽压在地板上 说好的稀猫结果反背路 人类小兽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韩如玉手忙脚乱的拿包出门 让他在家别乱动 白猫竖起耳朵晃了两下 开心的说好 橘子要是有这么漂亮的猫咪 哪里还有心思去打工哦 韩如玉确实一整天想着 叔叔叫了好几遍才回过神来 下班时还欲言又止 韩如玉低着头走回家 上方传来一声叫唤 韩如玉抬头看 白猫竟然光着身子 站在阳台招手 害怕被周围人看到 他赶紧跑回家翻箱倒柜找衣服 白猫套上红色卫衣 嘟弄着说 好不舒服 有点紧 韩如玉无奈的说已经是大妈了 心里惊叹 现在连猫都有六块腹肌了呀 白猫想要脱下衣服 韩如玉赶紧阻止 整理整理发现 哎 胸肌的触感好好啊 摸了两把发现不对 韩如玉赶紧停下 以做饭为由逃离 还没走出门 就被白猫扑倒在床上 小兽看他脱掉了上衣 惊哄的问要干嘛 公君亲了亲他的手说 刚刚不是要摸我吗 小兽磕磕巴巴的说没有 公君纠结了一下说 没有吗 好可惜啊 不过没事 今天我来摸你 说着便肯咬起来 小兽心里呐喊别勾引我 身体却很诚实的享受着 正要进入佳境时 空气突然安静了 韩如玉转头一看 少年竟然恢复了原形 经过几次试验 韩如玉发现只要自己拒绝 对方就会变成猫 既然自己不会失身 那就试着养养猫吧 因为他总是蹭吃蹭住 便取了一个名字白痴 韩如玉坐在门口解着鞋带 机灵鬼就偷信他变人 小兽吐槽他变身后都不穿衣服 白猫呼得从身后出现 抬起他的下巴倾诉 还舔着手指说 你说了会对我负责到底 那我就会等你 快递寄来了一箱菜 本性让白猫忍不住要藏进去 结果就是弄得一地狼藉 韩如玉无奈 决定要从婴儿教育抓起 聪明的白猫一学就会 慢慢的也不太乱动手动脚 韩如玉反而不淡定了 疑惑对方是不是放弃自己了 回到家 还因为白猫看电视大发脾气 公军坐到旁边 用自己的脑袋蹭如玉 柔情的说 你不愿意我就不碰 你想做的话告诉我 韩如玉的脸刷得红了 赶紧跑下沙发 出门前想了一下 回头说 等会儿去散步吧 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 白猫用手掌捂住如玉的脸 给他取暖 惹得一阵惊跳加速 散步时 韩如玉看见一只小猫 回想起自己小时候也遇到过 原以为相处得很好 结果突然消失了 韩如玉低声说 他也是被妈妈带走了吧 不会再等我了 白猫伸手紧紧握住他 如玉突然反应过来 难道你就是那只猫 回到家后 白猫带着满足睡了过去 韩如玉拿他的耳朵 红着脸想 睡着了也很帅啊 白猫睁开了眼 握住如玉的手说 我喜欢你 遇见你真好 如玉脸红心跳不止 现在好像没法推开他了 之后韩如玉陷入了纠结 不管他使出什么招 都无法吸引到猫猫 感觉太丢人了 更丢人的是 自己却看到洗完澡的白猫 就走不动道 极度渴望洗猫 白猫低下头揽他入怀 将人亲得如有梦境 公君将小兽抱回房间 不似第一次那样蛮横 这回却极其的温柔 虽然有一阵阵疼痛 小兽却觉得被抱住的心情很棒 第二天醒来 韩如玉的脸上依旧发着红韵 懊悔自己这么快就被征服了 忍不住要吹打旁边流口水的家伙 或许是野猫的缘故 公君的经历超级旺盛 大清早趁小兽洗漱又吃了个遍 橘子仿佛坐上了云霄飞车般兴奋 虽然很累 韩如玉离开前动情的亲了一口 让白猫很是兴奋 撒着娇说还要 最后收获了一颗大栗子 韩如玉去兼职后 白猫摊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听广告说 圣诞节适合送礼加过爱情 眼睛瞬间亮了 韩如玉回家时想送什么礼物好 刚进门就被抱个满怀 还没反应过来 白猫就把他按在沙发上 一直气壮地说 圣诞节要分享爱 这理解能力简直满分 韩如玉想要推开黏人的妖精 结果白猫开启猩猩眼攻击 最后经受不住猫咪撒娇 韩如玉缓住脖子稳了上去 虽然还没有到节日 此时此刻也还是放开了玩耍 圣诞节那天 韩如玉拎着叔叔给了蛋糕回家 没想到白猫早就等在了楼下 还傻乎乎地把蛋糕摇坏了 虽然卖相变得很惨 好在味道不错 两人吃得很是开心 不知道白猫哪里学的坏招 故意把蛋糕抹到如玉脸上 两人来了一个奶油吻 不仅如此 剩下的蛋糕也莫名转移到小兽身上 这一夜 白猫吃得甚至甜蜜 第二天 白猫把如玉舔醒 兴奋地展示收到了礼物 还为他带上了同款 笑着说 谢谢你陪伴我 以后也要继续在一起 韩如玉微笑地稳住白猫 虽然跟想象中有些不同 但是现在明白了 你就是我的礼物 出门前 韩如玉和白猫道别 看到他温柔地说注意安全 就一把抱住对方说不想去 真是可爱到了极点 白猫吻了我如玉的手指 抬眼轻声地说 我等你回来 上半路上 韩如玉框框砸墙 心里一直呐喊要疯了 怎么可以又可爱又帅又性感 这一幕被一只小黑猫看到 为了吸引人类 他装身并成功入住叔叔的宠物店 韩如玉下班回家 却在转角处见到了白猫 正好奇他怎么出来了 白猫就侧身稳住了他 轻声说想你了 让如玉一下红了脸 看着两人携手回家 角落里的黑猫气得胡子直颤 白猫突然抱住他直袖 说身上有陌生的气息 韩如玉笑颜他鼻子淋 没想到白猫吻着吻着咬了起来 小兽赶紧捂住衣服 龚军却一本正经地说 好像是你先勾引我的 一边用手抚摸一边说 你说了 在家可以做的 晚饭还没有吃 两人到时在玄关品尝了饭前甜点 橘子的嘴角早就不知道飞哪去了 那只小黑猫因为熟悉的味道 便黏上了如玉 最后还偷偷跟他回家 结果被人形的白猫吓了一跳 不慎抓伤了如玉 原来他曾被白猫救治过 两只猫成为了好朋友 看到他们甚是亲密 如玉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酸 睡觉时问白猫怎么不和朋友睡 白猫笑着说 有话可以明天讲 我只想和你睡 说着便抱住了如玉 手不老实地向下叹去 正当两人盖着被子偷偷玩时 黑猫却突然跑了进来 如玉尴尬的解释是在玩耍 礼貌地问黑猫要不要和白猫一起睡 没想到这自然熟直接躺下了 如玉只好抱着枕头去客厅 半夜 黑猫抢上了如玉的床 心满意足地和白猫聊天睡觉 醒来时却发现白猫不见了 出门一看 他竟然和人类在亲密 黑猫想着各种招阻挠两人 最后被叔叔的一顿美食收买 疲悲的如玉回到家 听说黑猫不在 以下投入白猫温暖的怀抱 在亲吻中感受难得的宁静 今日份推荐就到这里啦 跨越种族的车速真的如火箭一般 吃的橘子很是满足 和猫猫谈恋爱是什么感受呢 人类如玉肯定会红着脸说 又兴奋又刺激 试问有谁不爱会撒娇的猫咪宫呢 不多说 橘子这就回家撸猫了 如果有被成功种草 小可爱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谈谈你的感想 或者给橘子推荐哦 订阅腐菊匠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